我觉得一定要 给自己一个盯的方向 对 就不要说 觉得结婚了 生小孩就停了 这样子就停了 但是有时候并不是说 自己想要不停 他就可以不停的 比如说像女艺人 她结了婚 生了小孩什么的 你就会被这个行业给抛弃 是 最近 我是网传 假传很多消息 我要结婚了 然后很多有一些代言 他们就说 是不是真的要结婚 如果要结婚 我们就要换人 是哦 好可怕 嗯 就这么现实 这个社会 他不敢找你答应 是因为怕你出不来 帮他做宣传还是 不是 他可能会觉得 我这个品牌是少女系列的 如果你结婚了 你是 如果你结婚了 他可能就是 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所以呢 可能就不太符合 和我们品牌的一个 形象 形象 对 当然也有可能是拒绝我的另外一种说辞啊 哎 哈哈哈哈 他是会进阶到另外一个阶段吗 就比如说 我身边有一个 有一个女孩 她本来是在有一个地方上班 那另外一个公司呢 就很看好她 就她业务能力很强 是 然后呢 就把她招过去了 招过去之前呢 就说那你就是必须要把这边的辞掉 然后我那边才可以办正常的手续 让你过去 然后那女生说好 可以 好 过去之前呢 一般都是到了一个新公司 都要做一个体检嘛 对不对 然后体检完了 出来之后 她说对不起 我们不能要你 她说为什么 我那边已经死了 然后一心就是想要到你这边来工作 为什么不能要我 她说因为体检报告出来了 你怀孕 刚怀孕一个星期 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自己不知道怀孕了 就是你知道那一天 她又洗又悲 就是她洗的是我怀孕了 我好开心 但是难过的是 我工作没了 所以那天她就是 她情绪很复杂 我 就是 就是感受到她的那种 不太 你就是心情很 对很纠结 所以你对婚姻还有一点点慎重嘛 就因为她会跟工作扯上关系 看你人生进阶到什么 你自己有没有 就是做好准备 就让她做好零件 对婚姻都开始 不太别人 进阶段